这位同修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说99年10月5号上午 他说我全家到北京广化寺拜佛后 他说五岁时 我的儿子做梦遇到山中有一位长老 手上拿着一块黄布 上面写着本为菩提超三界 说去龙虚傍九五尘 于皆迷津历愁苦 遇到这么一个梦 你的儿子还不错 梦中这个四句他都能够记住 这个一般人做梦醒来都记不得了 还能把这首记字记住 第二个问题呢 也是在99年 他说我也曾经做了梦 看到两个字 善善果果 不知道这两个字 这些意义 这个梦境 很难说 有十多种 有些是将要发生事情的预兆 这个确实是有的 在梦中能够得到一些感应 那么总而言之 梦境不管是属于哪一类 我们学佛的同学 一定要晓得 断卧修善 专迷为物 就好 这是真正的 事集 毕凶的 大道理 重要的方法 那么遇到梦境 或者其他的感应 都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启示 提醒我们 我们认真努力去做 特别是现代的社会 灾难 灾难 斗 我自己不常看报纸 也不看电视 一些讯息呢 都半是同修 看到之后 来告诉我 我不需要看的 我知道 灾难 平凡 而且 一年比一年严重 我怎么知道的 我并没有神通 我从因果上 看到的 我们常常在世界许多地区红阀旅行 看看各个地方的人 仔细去观察 那些人心里想什么 他说些什么 他做些什么 我们就知道 这个地区 基辛伙伙伏 就知道一个大概了 现在在全世界 每个地区 你特别去观察 年轻人 坦诚迟慢 自私自利 这个念头 年年在增长 形成了一股风气 好像这样做 就是正确的 这个世间人哪个贪 这个观念错误 这个观念 会带来灾难 但是这个道理 知道人就少了 我们修佛的人 懂得一些 所以要想 消灾免难 须疾避凶 我们只抓住 重要的原理原则 断一切窝 修一切善 善窝的标准 一定要清楚 凡是利益众生 利益社会的 这是善 对自己有利益 对社会 对大众没有利益 这是我 要把善 我 辨别的清楚 所以 两三四讯 这本书 非常值得 推广 那么现在 有人把它做成 电视剧 这个剧也不长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做成 微信地也是两片 这个很好 我希望我们的同修 将这两片 每一天 看一遍 今天要看 至少一年 不要间断 一年 你就看上 三百六十遍 印象深刻 你自自然然 懂得 去疾避凶的 道理 与方法 不比 问别人 这个很要紧 希望大家 要留意 你们 注意同修 到这边来 回到中国之后 其他的书 光碟 都可以不要带 廖三四讯 这个光盘 带两片回去 自己看 也可以让你的家人 亲戚朋友 邻居 一起来看 把它当作功库来做 每天看两片 就是上一堂课 大家估计 Comedy 你 我是 疼